最上呢如果你的住家附近有变压器是可以申请移动的 不过需要付费 尤其移动的时候往往因为私人土地或者是住户乔布隆无法迁移 费用呢是万元起跳 工时顺利的话是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往往实践的申请案最后只有两件移动成功 住屋控诉邻居说风水不好申请就可以移动变压器 为什么我不能难道台电大小野 后面设置的这个站台是变压器啊 是在民国九十五间年间的 那时候我们化成路感性地下化那时候设置的 所以当初这个设置的这个站台是变压器 其实也是经过协调以后设置的地点 case真的有够多 民众每个月申请BR7移动至少破百件 但台电说只要按照程序申请一切依法办理 只是民众担心BR7离住家这么近 工程员带着电子测量器实际测量 那会有影响是多少 833 833 那差这么多 那住家呢 还不到一点 他这样对健康上会有疑虑吗 不会 实际测量现场数值远低于环保署建议的 833.3毫高斯 对健康没有影响 直接做比较 变压器测出来是0.7 反倒是烤箱才刚打开 就有13.6 谈定人员拍胸脯保证没有问题 不一般民众 谁想要住家附近有变压器 尤其打开窗户就能够看到它 事实上民众还真的能够申请变压箱的移动 理由千百种 有人看不顺眼 有人说影响风水 每个月至少有上百件的申请 不过依据办法 民众要先填写申请单 台电和住户会一同会开 借估算费用可能性 有没有土地 再来申请路权挖路停电施工 顺利的话一个月可以完成 谈人员表示 实践申请案只有两件顺利完成 愿申请移动要费用 还要瞧土地 繁杂的程序 要移动变压器 没那么简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